对韩丽来说 这都是无所谓的事情 只要这位克卿大长老 不是殷罗宗的那位宗主 就算是天魔宗和太一门的长老 和他也没有什么关系 他这次来虽然存了 已是压人的念头 倒也不是真的 白白讨要此秘书 早就准备大量的零食 和一些珍稀材料 如此一来 对方想来也不至于 为了一个鸡肋的秘书 真愿意得罪一名大修士的 似乎韩丽的索料没错 他们几人才走到 悬浮郁节的一半时 突然从那座秘书中的大殿中 传来了一声接一声的迎宾钟响 随即殿门处光滑一闪 十几道顿光从里面积饰而出 一个盘旋后 就分别献出了一鸣鸣修士的身形 分裂在大殿入口处的两侧 竟然不受净空限制 而在这些人中间 并肩走出来两人 居高临下地瞅着韩丽等人 韩丽眉头一皱 但马上神色如常 身形忽然在空中一步迈出 竟然一下凭空挪移了 十余丈之远 只是接连几步 人就诡异地一下 献出在大殿的殿门处 正好和中间的二人面面相对 两侧的修士剑刺 自然一阵骚动 有些人甚至面露惊慌 将手按在腰间锄带上 不得无礼 你们先下去吧 这位是韩道友吧 中间两人站在左侧的一名 胖乎乎的老者 忽然开口训斥了两旁的修士几句 然后展颜一笑 问了韩丽一句 阁下就是天机阁的阁主 韩丽仔细地打量老者几眼 同样是淡淡问道 老夫灿苦 正是执掌本阁之人 其实道友的来意 在下早就通过张掌柜的传音符 知道了一些 但这里不是谈话之地 道友跟我到殿中一序如何 胖老者一抱肥瘦的大手 客气已长 他十根手指上 竟各戴着一枚 适样完全不同的戒指 有的闪闪发光 光芒刺目 有的则黯然无光 古朴无奇 实在是让人称其不已 虽然没有问题 但这位大师 不知如何称呼 韩丽扫了对方手上指环一眼 点了点头 但接着目光一转 落在了灿苦身旁的一名僧人身上 不动声色地问道 这僧人身穿淡黄色僧袍 眉清目秀 仿若十六七岁的少年 但从其身上散发的可怕灵压看 却不知是佛门的哪位 原因中期的老怪物 不敢当不敢当 贫僧艳竹 艳竹 含力喃喃一声 脑海中一点印象都没有 不过这并不奇怪 四大佛门的高洁修士 原本就甚少被一般修士所知晓 再加上 含力本就不是大进之人 不认得一名佛宗长老 也没什么稀奇的 但是一旁的胖老者 见含力这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目中不禁闪过了一丝奇怪 虽然掩饰得很巧妙 但以含力的谨慎程度 又怎会露了过去 面上丝毫一所不露 心中却是一阵的思量 难道此僧人 是一名名气极大的佛宗修士 否则这位天机阁阁主 怎会有这般表情 但是少年僧人 对含力的表现无动于衷 只是淡笑不语 一副风轻云淡的高僧模样 这时白面修士和曹兴修士 也都到了殿门处 急忙上前给胖老者建立 但参苦吩咐几句 就将曹兴修士打发了回去 只留下白面中年人 然后在他的谦让下 一行人进入天机殿之内 在一处明显是偏殿所在的厅堂中 一行人分主宾落座下来 当然白面中年人和那些结单修士 自然只能站在两旁 听说韩道友这次来 是打算购买本阁炼制戒子空间的秘书 不知是否真有其事啊 不错 卡姆的确是为此事而来 道友既然想讨要此树 多半是发现了空间裂缝 想炼制成戒子空间 但又不想让第二人知道空间的准确位置吧 胖老者不以为意 轻轻一笑 这位天机殿阁阁主 有原因中期的修为 再加上身为一方势力之首 故而在面对韩离时 虽然表现出敬意 但也是从容异常 并未有任何失态 道友倒是将在下的来一语道破了 自本阁创立出戒子空间后 也并非没有像道友一般 前来讨要炼制之法的 这些道友呢 也和韩兄的来意差不多 都是想将自己发现的空间裂缝 炼制成自己的专属空间 绝对不愿意让第二人知道 而这些人中 也有过和道友同结的大修士 哦 道友可是答应了 没有 虽然这些道友 每一个都保证绝不将此法外泄于他人 但本阁若是真的将炼制之法告知了 恐怕这天机屋天机府屋等东西 早就不是本门独创之物了 道友如此做 想必另有什么方法解决此事 否则就算是贵阁 也不会做此不治之局 啊 韩兄此言极是 区区一个天机阁 虽然不敢 得罪这般多的同道 本阁虽然未将炼制之法交出 但是却另有替代之物 同样可以满足这些道友的要求 替代之物 本阁其实早就在许久前研制出了一套布阵器具 可以产生一种禁止 直接将某空间临时形成类似介子空间的所在 其效用虽然不敢说和真正介子空间完全一样 但起码也有七八成的相同 有这等事情 但既然是靠禁止之力 这种界子空间恐怕缺陷不少吧 缺陷呢 自然是有一些 但是 这些缺陷对于韩兄这样的道友来说 却不算什么 哦 灿兄如此一说 韩某倒真是感兴趣了 可否细说一下 那当然没什么 这前代阁主啊 让几位阵法宗师联手根据介子空间原理 设计出一种介子法阵 然后将此法阵用布阵器具几乎完美地复制了出来 只要不是太大的空间 此布阵器具都可适用 至于缺陷呢 也不过两点而已 既然是布阵器具 又要形成如此大的一片介子空间 耗费的零食数量自然是非同小可 维持一年的费用 大概就要上万零食 当然 要是空间本身也具有灵脉的话 耗费的零食倒可以减少一些 另外一旦布置下这种布阵器具 这个临时的介子空间 顶多能维持两三千年时间 到时候布阵器具自然也会失去效用 而整个空间也会自行塌陷下来 再也无法使用 这两点不足 前者以道友等身家自然不值一提 后者的话 只要道友不打算 用来当作家族或宗门的传承之地来用 年限呢 自然也是绰绰有余了 毕竟即使修炼到了化神境界 我等的寿元也不过才两千余岁 韩丽听了这些话 摸了摸下巴 脸上却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说 怎么样 韩道友对本阁这套布阵器具 是否感兴趣 若是有意 本阁自会优惠 卖给道友一套 老者笑嘻嘻地盯着韩丽 但目光深处 一丝角色闪过 似乎算准了韩丽一定会答应 但是下一刻 灿苦面上的笑容 一下就凝制了起来 在下还是打算要着 戒子虚迷空间的炼制之法 韩丽沉吟了许久 摇了摇头 这一下 不但双手树立在附近的 白面中年人脸色微微一变 就是一旁 始终低手垂眉的那名叫做燕竹的僧人 也有些意外抬起头来 忘了韩丽一眼 倒有如此坚持 看来应该有自己的思量 但总应该 给在下一个过得去的说法吧 胖老者目光闪动了几下 只能长叹了一口气 放在一侧的一只手掌 却下意识地敲了敲 预制的一把 非常的有规律 韩丽将老者此举一动 放在眼中 却视若无睹 很简单 在下发现的那处空间 已经有些不稳的迹象 在下可不相信 只靠区区一套不正气质 还能连空间塌陷 也能阻止下来 韩某对炼制之法 势在必得 韩丽盯着对卖弄的胖老者 不容拒绝 听到韩丽此言 灿苦眉头一皱 显然韩丽的回答 也大出他的预料之外 面上首次露出了迟疑之色 想要介子空间的炼制之法也行 那就先和老夫切磋一下再说吧 就在这时 不知从什么地方 传来了一声苍老的声音 接着荧光闪动 一道顿光转眼间 就从殿外积上而进 一个盘旋 从荧光中显出了一名 一身银袍的老僧出来 一见老僧 原本坐着的灿苦和燕竹二人 慌忙起身相迎 胖老者更是难掩目中的喜色 原汁大师 你来了 参见原汁师兄 这二人竟是这般称呼 韩丽却坐在椅上没动 反而用颇感兴趣的目光 打量起僧人 这僧人虽然不像燕竹那般年少 但看起来也是三十许岁 十分儒雅 实在无法和苍老的声音联系到一起 不过原汁这个名字 他倒真还听说过 此僧人似乎是四大佛宗中 雷音宗的三大元英后期长老之一 和其他佛门修士不同 这位在大晋名声甚大 甚至同时担任着佛门极为稀少的金刚护法职位 对道儒两门似乎不太对眼的样子 至于其他的 他就不知多少了 原来是雷音宗的元智大师 没想到大师原来就是天机阁的克卿长老 韩某真是失敬了 不知韩道友是出自哪家宗门 贫僧以前似乎从未听说过韩道友的样子 元智大师不认得韩某也并非奇怪 在下也是第一次见到雷音宗的高僧 元智师兄 你可是第一次见到韩施主 但是韩道友的名声 你绝对不是第一次听到 面若少年的燕竹轻轻一笑 大出其他人的预料 韩丽脸色微变 转手 盯向了此人 灿苦闻言则是一阵 但随即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色 哦 燕竹师弟这话是何意思 师兄莫非忘了两百年前 昆吾山魔戒和小急功妖兽之乱了 若师弟没猜错的话 这两件当年轰动已时的大事 韩道友可都是亲自参与过的 并且还起了不少的作用 昆吾山小急功 难道这人就是殷罗宗和小急功一直追查的那人 如此多年过去了 还有人记得韩某当年的事情 怎么 几位倒有想将在下秦下交给两家吗 哈哈哈哈 韩兄莫开玩笑了 燕罗宗小急功纵然势力不小 但和我们天机阁有何关系 本阁怎会做出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情 不过韩兄大名 灿谋可是如雷贯耳十九 听说殷罗宗的钱老摩和小急功的韩力上人 都是命丧道友之手 不知此事可是真的 胖老者一听 韩力坦然承认 心中顿时咯噔一下 笑容一下变得有些勉强起来 当年的事情另有些缘由 至于钱老摩和韩力上人之事 就算我说不是 恐怕几位道友也不会相信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